心靈铃魚 其實心靈铃魚是一個很深層的層次 我們創造很多豐盛的能量給我們自己 現在我發覺用音頻 用音頻來說是很幫助大家 因為這個音頻可以植入我們的潛意識 幫助他在內臟有比較負向的思維 或是負向的情緒能量 可以幫助他做一個平衡 當你聽到海浪聲或風聲 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這就是我們和很多不同的音頻 自然已經有一個連繫了 我們很多時候敲幾下都會覺得 自己好像都是一個 用的音頻可以帶動自己的放鬆 放下我們的頭腦 因為我們的頭腦有時太多想法 我們不需要說很多說話 因為有時我們反而說太多說話 就在用頭腦 但反而我們不用頭腦 我們只是去感受我們的身體 在你感受這個音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自在 而且讓那個音頻 進入我們每一個細胞 一個震動一直在震動中 音頻會令我們有一個不同的感覺 這個會讓我們的腦電波 去一個Alpha波的狀態 我們睡覺之前都要很放鬆 因為我們的腦電波 如果我們真的很注意到 平時工作很忙碌的時候 我們會是一個Beta的腦電波 但是如果我們放鬆的時候 我們慢慢就去到Alpha Alpha就會讓人慢慢放鬆 然後我們會去到Deta Deta的時候就更加放鬆 我們怎樣才可以治癒呢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狀態 我們的腦電波在Alpha和Deta 這個腦電波的狀態 我們的免疫系統的治癒能力就會出現 你會發現有些人在心靈上 就是要更加心底的層次 因為他心靈裡面 剛才說的是接觸到潛意識 有些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面對這些人的時候 我有很多負面的評價 我很容易生氣 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察覺到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在做心靈療癒的 一個很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察覺 自己是認識 自己是認識 原來有這部份 沒有留意到 可能對方 就算找一個療癒師也好 他可能看到某部份 但最後最深入的心靈療癒裡 你要自己是願意去覺察 走到這一步 這就是個根本 你會發現